好 回來 我喉嚨其實不太舒服 做了兩顆鼻屍 網友送給我馬來西亞馬回來 吃完會舒服 最舒服的反而是有網友買給我的屎辣椒喉糖 屎辣椒喉糖真的幫到我 很多人問我喉嚨如何好 其實我就吃屎辣椒喉糖20元 但是後來我上次計時13日買了一包給我 那隻味道不關我的味道 我覺得好像沒有那隻 他買給我那隻藍色的效果 是原味最好的嗎 不是綠色的嗎 我買給你綠色的 你的藍色是不是原味 我不知道 今天我們的嘉賓主持 就是我們敬科金曲的拍檔 阿十三妹和阿閹雞 我稍後會講講我們星期六個節目安排 今天就是我歷來以來 應該由2013年開始做這些 評論節目的其中一集 最沒有準備 但你也有指 終於有指 終於有指 首先我本來今天 一開始我就是不想講選舉 但是似乎又不行 都要講一講 講一節 然後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其他都快要集約 其實還有很多事情還未做完 在西日林匡正 就五點多才放一些資料過來 我平時都會在那裡消化 或者有些事情我不講 我出去講 最後 我是去到五點九 才砌到三節 要講的東西出來 三節 甚至是沒有消化 我不知道什麼事 是不是那個事實都成問題 三節 那怎麼辦 於是乎 那時候五點九 那你們一陣子看下去 我就對 可能你都覺得 不是 OK 但其實已經是混亂了 今天為何要找十三妹妹 和雞雞上來 其實最初 就見零 林匡正因為家裡的事 問題 明天後日就會去店 但是 三天都是阿東 那我就很怕 我很怕什麼 很悶 我怕你來 我又怕自己悶 於是我就想著 會有 開頭 其實這兩個人都比較緊張 都不是打算找十三妹妹 和她閹記 但是 星期三那個 本來我預計找她 就突然間說 不找得到 她就被哪裏請了 不要說是誰 要講選舉 因為本來我找她講選舉 我說這樣沒辦法 那 最奏手的當然是十三妹妹 和雞雞 因為當時阿東就變成了 約了其他人 我說不用去 OK Anyway 我想都沒什麼所謂 因為《啤梨晚報》 畢竟是我主導的節目 有些人就叫我 多給別人說 其實我經常做不到這件事 第一 我一聽到別人說的 我耳耳 我就要搶歌去說 OK 第二 今集就更加麻煩 因為你要有雞雞說話 是有點難度的 OK Anyway 大家都可以見 因為警方感覺暫時沒有了 又不知道什麼時候有了 雖然已經有幾個 大家很熱切期待 OK 謝謝 了 我來 也有 我來 謝謝 為你 那 你 我來 你 你說 你 你 感谢观看